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DSE2022年的PayPal1第七條的唱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條題目 它就說 The Coordinates of the Points 就是S&T 就是R 就是12-5 N就是-3-7 respectively 分別地 S is Rotated Anticoride About O 就是Through 90度 就是To S 另外 Where? O is the Origin 原點 T Is the Reflection Image of T With Respect to X Access 即是沿著X軸做反射 它就說 A-part 做了幾個先看看 有2part 是嗎? 就先做了A-part 它就說叫我們 Write Down the Coordinates of 這個S 和T 到底是多少 好 事不宜遲 拿這個單字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都好先進 我就是整條題目出來了 大家不用站起來 真心可以望著來做 省點時間 非常方便 不要急 慢慢來 我經常都說 就是人腦接受圖像多於文字 我肯定畫圖 畫十字架順主得夠 之後把S點和T點放進去 首先我按按鈕 再出一幅圖 我原裝已經畫好 等大家 可以嗎? 省點時間 首先它有 我先講解一下這幅圖 十字架順主得夠 再畫XY Access 之後 這裡有一個S點 就是它給我們的 就是12-5 還有一個T點 就是-3-7 大約 按個比例 畫出來 之後 我首先 O點就是原點 Origin 而事實上 我自己會這樣看 S點會怎樣轉呢? 就是Anticorize 沿著About O 這樣轉 沿著原點 O點 就是逆時針方向轉 轉假圖 如果這樣轉的話 我自己就轉了上來 但經常的同學生都看錯 我有一招教大家 我覺得這一招都頗穩固 不過要點時間換 首先我自己覺得 這點叫做S 就是12-5 我就會畫一個直角三個型出來 沿著X Access 這裡 看到嗎? 之後我就會想問大家 轉過來是12 所以紅色這條線應該就是 多少呢? 就是12 你這樣也看不到 真的有 好了 跌下來就是-5 那就是說 綠色這條虛線 它的長度 就是5 所以 如果你把整個 黃色的三個型 逆時針方向轉 轉90度 那就是說 整個 黃色的直角三個型 就轉成橙色的直角三個型 是剛好可以重疊了 那這點 S點 就退了過來 這個S特號 這個就是S特號 至於這個S特號 那個座標是多少呢? 那我們想一想 首先 看看有條橫線 轉上來 角度打橫 就變成直 所以這一部分 應該都是12 那麼長 好了 綠色那邊 打直 轉90度 就變成橫 所以這個是5 所以其實 我想你都現在發現到 這個Coordinate是什麼 S特號 就是這裡 這點藍色 那轉過來 就是5 轉上來 就是12 所以應該就是 5 12 所以其實都挺穩陣的 你用這一招 不過要一點時間 當然你不用有顏色 我只會貪美 OK 好了 首先我回到別人 它的Write Down 沒有什麼步驟可言 即是寫出 OK 看到有看不到就沒有 這個S特號 其實就是 5 12 好了 至於T 它現在的T 就是在這裏 就是-3 -7 它就說 現在玩reflection 就是Along XS 沿著X軸 做反射 即是說 你當這裡好像照鏡一樣 即是說 現在你這裡有幾高 跌下來是-7 你移回上來 應該都是7 所以其實 簡單說 我幾個覺得 紅色 藍色那一點 T 應該是這裡 或者再高一點 好像好一點 這個位置 比較合理 這一點就是 它所謂的T 豆號 T豆號是多少呢 原無意外 我幾個覺得是-3 和7 為什麼我會覺得是-3和7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個高度 和這個高度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是7 一跌下來是-7 長度沒有負 即是7那麼長 即是這一段也是7那麼長 所以其實我自己看到的T T豆號這一點 其實就是-3 出來的 那整件事搞定 A-part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還有很多位置 我們B-part這裡做 B-part 他問我們什麼呢 看看吧 B-part 我幾個覺得B-part 都是送的 這四分真的幾送 兩分兩分 我估計A-part B-part OK 他就叫我們 Find the slope of S 豆號 T 豆號 即是找一下它的斜率 那麼 S 豆號 在這裏 T 豆號 即是你找這條線的斜率 其實說真的 有兩點 還不是 兩點找slope 還沒有公式 根據slope的公式 你有兩點便找到 就是y2-y1 就是over x2-xn 所以其實 如果你給我 我開中名義 就馬上來 就是slope of S 豆號 T 豆號 會等於什麼呢 根據公式 就是y2-y1 所以就是12-7 就再over x2-x1 x2就是5 x1就是-3 所以就是5 再減這個-3 先拉長一點 這條分數 你也知道我貪美 OK 所以最後 你不難發現 上面就是12-7 即是5 就再over 好 下面就是5 然後負負得正 即是加 5加3 就是8 所以整個答案 應該就是5% 終於搞定 OK 好 看看大家今天 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今天到這裡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學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